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回答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美国会不会分裂 简单的回答呢 如果现在来说的话呢 大概率不会 或者应该说不会 但是呢 如果美国失去了全球霸权的话 退回到北美 当他这个资源国 美国会不会分裂 我个人觉得也是 大概率不会 短时间内不会 但是长时间呢 就不知道了 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了 因为呢 我们现在涉及到美国 失去全球霸权 它只是一个假设 而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呢 还有太多的变量 也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就是说 美国到最后最后最后 能不能分裂 那这个时候咱再说 也就是说呢 美国分裂可能会有几种情况 就比如说美国现在 失去了全球霸权 他现在失去了自己全球霸权 我之前给了一个预测 美国如果失去了全球霸权呢 他会很有可能变成邦联化 为什么变成邦联化呢 因为这个时候 当他失去了全球霸权之后 他的凝聚力肯定就不会在海外的利益 或者在全球的利益了 他的凝聚力很有可能对内 或者他的一些诉求可能会对内 进行对内进行发展 实现那种 发现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内卷 然后呢 一些州就会要求有自己的 这种相对来说独立 或者相对来说特殊的这种声音 然后呢 各州可能要要求更多 各州各自属于自己的权利 这个东西 其实你现在在美国呢 尤其在美国的红州呢 已经开始有这种萌芽了 但是在美洲的美国的兰州呢 这个萌芽呢 还不算不算太狠 在红州 比如说在佛罗里达 现在已经开始立法说 大的公司 尤其是那种大的自由派的公司 针对迪士尼这样的公司 我们呢 要往里面安插 我们观察员 在德州 现在已经立法说 有些书学校不能教 比如说批判美国历史的 这些书他不能教 他认为呢 这个东西是篡改了美国的精神 然后呢 在中间的一些州 美国中部的一些红州 他们现在推的这种 非常极端的这种反堕胎的法案 以及非常极端的这种反这种 就是说自由派的这种法案 一个一个都推出来了 然后田纳西更是行为艺术的 把这个当庭 当庭在这个 就是说在议会里抗议 抗议因为他不控枪嘛 抗议的这三个议员 驱逐了当中的两个 这两个都是非洲裔的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的红州 正在蠢蠢欲动 然后呢 去索要他们的权利 然后呢 像肯塔基这样的地方 密苏里这样的地方 已经开始说要要求 他们的钱 要与金金黄金挂钩 重新回回到金本位 也就是说在美国内部 未来的几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 有不同形式的金融政策 有不同形式的那种金融那种体系 这都是可能出现的 以及说美国针对堕胎 针对堕胎的背后 其实是他的医疗拨款 和他的所谓的一些 一些政策财政的政策 然后呢 红州呢 有些钱他是不想花的 不想花呢 他可能会花到其他的地方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 看到在美国的红州呢 已经出现了一些 我们认为他可能有独立倾向的那么一个过程 而且红州的文化 在文化上 以及说在行为上 趋于保守 更趋于传统 他比这个跟兰州呢 更有这种鲜明的对比 这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这种萌芽 或者有这种 就是说他这个不同 但是能不能就是说 咱确定这个东西 就是说美国一定会 就是说走向分裂 应该就是说 现在咱不能下这个结论 而且现在下这个结论呢 还为时过早 那你说美国失去霸权了 这种事会不会发生 有可能 可能性的概率 要比现在他全球霸权 还在的情况下呢 要更好 而且这里边涉及到太多的问题 因为美国我们知道 他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50个州 加华府特区 加深一些海外领地 他的州权力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对比中国的省 如果他要分裂的话 有几种情况啊 有几种情况分裂 比如说现在 比如现在也好 或者是美国失去霸权的那一天也好 有几种情况 首先呢 是单州分裂 什么叫单州分裂呢 是这个 比如加州不干了 说我要成立加州共和国 然后德州不干了 说我们要成立孤星共和国 这样一下子呢 就有意思了 因为加州我们知道 他的GDP相当于法国或者印度 然后德州呢 他的GDP呢 相当于伊朗或者俄罗斯 它这么一回事 对加州 德州的GDP呢 在美国的整体呢 还是比较大的 在美国的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里边有事是啥呢 加州和德州的GDP 它是因为在美国的体系内 它有这样的GDP 如果你要是说让他把它单独拿出来 在这个孤立于美国体系之外 那这种情况下 他会不会还会有这样的GDP呢 那有人说了 可以说加州 德州这些州全独立 然后呢 形成一个松散的关税联盟 有点像李斯特 弗雷德里希 李斯特在1843年 搞的这个德意志关税同盟一样 可不可以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不敢假设 知道吧 如果就是说加州和德州 开始就是说我单独 单独独立出来 跟美国分庭抗礼 或者跟美国联邦政府分庭抗礼 有没有这种事 但这里面是有前提的啊 这里面是有前提的 为什么会有前提呢 因为我们说他的前提是 加州德州在宣布独立之后 美国的联邦政府不关涉 不管同意 但是呢 之前美国历史上是有一次的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所谓的全球霸权 他连美洲霸权可能那时候他都没有 之前有一次1860年1861年的时候 南方邦联独立了 然后呢 林肯违宪啊 林肯违宪进行干涉 然后南北战争 最后什么结果 南方邦联瓦解 南方邦联瓦解 那这一次你怎么就说 美国国内不会干涉呢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 当然了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假设 比如说政治倾向 政治倾向 如果按照政治倾向 加州独立的话 那肯定一定是个自由派的 自由派的蓝州啊 咱说大蓝州 自由派的加州民主党 哎 建国了 独立了啊 独立了 说那个受不了 共和党人往哪里 独立了 你独立了 但是加州你别忘了 他里边也有共和党 加州现在是什么呢 他可以出 在San Francisco 就是三藩市这块 可以出老妖婆 南西佩洛西这样的政客 但是呢 在加州中部的乡下 也可以出 像神威君节度使 麦卡锡这样的政客 也就是老妖婆 南西佩洛西 和神威君节度使 麦卡锡呢 他俩都是一个地方 都是加利福尼亚的 也就是说 加利福尼亚有一部分 在他的山区 在他的这些农田 大量的 大量的乡下 以及加州北部 相当一部分地方 都是共和党的 在共和党手下控制 那这样一来 也就是说 如果加州要独立的话 那这些地方 他独不独立 这些地方如果不独立 跟美国并在一起 如果他独立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这些人说 我要走 我离开 我要不 要不离开 要不狗活 怎么办 这些人可能要离开 他受不了 这些民主党这些人 那好了 德州要是单州独立 按政治倾向呢 按政治倾向 如果说共和党 共和党保守派 保守派 但是 德州有很多大城市 比如休士顿 达拉斯 奥斯汀 圣安东尼奥 沃斯堡 Galveston 和这个谁 和阿尔帕索 这些地方 占了整个 德州人口的52% 那你说 德州要独立了 成立一个保守派的州 这52%的人怎么办 这52%的人 不是全都是民主党的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 他们是民主党的 可以说占70% 也就是说 德州有40%的人 倾向于蓝州 倾向于民主党 怎么办 这些人都走吗 还是留在这块 还是跟加州进行人口置换 我这个里边 还没有说国家电网 在德州 国家电网 是相对来说单独的 但是加州属于美国西部电网 到时候你这个 你加州要独立了 电网是不是给你切了 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是说 单州独立可不可能 还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美国政府没钱了 美国政府没钱了 债也还不上了 然后呢 说这些州要独立 但是这个情况下 会不会独立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们到那个时候 我们还得还得说 也就是说 单州独立 他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在联邦里的生活 和我离开的生活 哪个好 应该是在联邦里的生活 拧成一股神又好 总比离开又好 比如美国中部的红州 你说他真要想离开吗 其实中部 中部这些红州 比如说密西西比 比如说阿拉巴马 比如说阿肯色 他们每年 从美国联邦 要吃很多的福利 也就是说 美国的蓝州 美国的自由州 现在呢 正在资助这些保守州 如果这些保守州 这些红州说不干了 那资助可能没了 资助没了 自己行不行 肯定是可以的 能活下来 但是能活成什么样 不知道 这里边我们还没说 就是说 如果单州要独立 美国干涉怎么办 美国干涉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其他国家 反不反对美国干涉 也就是加州独立了 美国干涉 有没有国家去救他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两个国家 有这个能力去救他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中国 这个时候俄罗斯 中国会不会干预 干预了是一回事 不干预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美国干涉 这俩国家不干预的话 那么对于加州来说 也对于德州来说 他俩要独立 他肯定打不过美国 打不过美国 他俩打不过美国 他俩捏了 你说其他州会怎么想 其他州还敢独立吗 单州独立 也就是不太可能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论证的 单州独立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小 那下边就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集团分裂 什么叫集团分裂呢 就是一堆州说我们要独立 然后跟另外一堆州说 我们另外一堆州要独立 有这种可能 这种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政治 一种情况是财政 财政我们可以说 就是说美国政府没钱了 美债还不上了 然后整个的财务崩溃 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分裂 可能会 而且概率也不小 很有可能一种 很有很大的程度 一种可能性 就是集体诈 什么叫集体诈呢 就是美国西英格兰一块 然后呢整个佛罗里达南边这一块 德州中间一块 然后中间他们中间又一块 美国分成几十块 这有这个可能 因为资不抵债了嘛 但是你这么分 你可别忘了美国是个啥玩意儿啊 美国可是个核大国呀 真出这种事 你核不扩散 你怎么控制 由谁来控制 到时候咱说核不扩散 但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 有没有人会 会帮助美国来控制这事 我觉得会有 到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国家会站出来 而且他肯定会站出来 帮着美国呢 来料理后事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情况 这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情况 或者到这种情况 到这一天 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者到这一天 可能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后 所以现在聊这个东西没意思 对吧 聊这个东西没意思 然后呢 集团分裂最大的一种可能 最大的一种可能 而且我认为概率 最大的一种可能分裂 就是以政治倾向分裂 就是自由州一块走了 保守州一块走了 这种情况呢 我在我的这个社区里 已经发了一张图 而且呢 是2004年 小布什当选了之后 美国去兰州说不干了 不干了 说我们要分裂 当时却有人开这种玩笑 这种情况是什么呢 美国沿海和美国中部 秀代的一些 包括东边这一项 整个这一块 我们管叫兰州 兰州集群 这些地方分裂了 这些地方跟中间 这些红州都分裂了 分裂了之后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这些兰州跟北边 那个加拿大合并 成立大家拿大 或者呢 兰州自己成立了一个 我们管叫 我们管叫美利坚合中国吧 咱就说美利坚合中国 或者美利坚西部国 然后美利坚东部国 这都可以 东部的东部联盟 西部联盟 其实美国在抗议的时候 就疫情的时候 东部州抗议联盟 西部州抗议联盟 就出现这种事 那你说美国现在成什么了 所以这里边特别有意思 然后中间这块怎么办呢 他们拢了一起 红州拢了一起 成立一个东西叫 耶稣共和国 Republic of Jesus Land 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有这 为什么我说 这个可能最大呢 因为在文化上 两者现在分开的 已经非常厉害了 在文化上 格格不入 在信仰上是不一样的 在兰州相对来说世俗 在这个红州是基督教 福音派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保守派 然后行为上 由于信仰的不同 由于文化上的不同 已经开始就是说行为上有差异了 道德上 道德标准上 在这方面也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在财政分配上 红州认为我们应该是小政府 我们不应该干预 兰州更支持福利政策 也就是说在财务上 在财政上 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政策了 而且集体的这种不同的政策 也就是说以政治倾向 自由保守这条线 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个 非常非常清晰的这种分家了 而且这个清晰的分家 现在在美国的各个教会里 在美国的各个社区里 都在广泛的讨论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国家离婚 The National Divorce 如果你要是到 你要是你们家里 如果订阅了纽约时报 或者订阅了这个 大西洋月刊 你就会经常看到 美国在讨论自己文化的时候 会讨论到这个概念 叫国家离婚 National Divorce 之前的美国有一个议员 来自乔治亚州 叫Marjorie Taylor Green 叫玛格丽特泰勒格林 这个人呢 曾经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发了一条推特 他发了一条推特 他自己的蓝鸟上 他这么说的 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国家离婚 怎么国家离婚呢 红州 卷着扑克卷上撤 走了 红州不干了 留下蓝州 你们自己玩去吧 啥意思呢 就是说文化上的差异 宗教上的差异 信仰上的差异 行为上的差异 道德上的感知 财政上的政策的不同 使得这两个集团越来越远 最后的结果 很有可能这两个集团走向 就是我们不可能想象的那一天 那一天就是美国彻底裂开了 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 这我就说可能性最大 就是我认为美国会不会分裂 短时间内 不会 然后呢 美国失去霸权了 最开始那么些年也不会 到后来 如果美国真是没钱了 怎么着的 咱再说 到那天的时候咱再说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中间 概率最大的 就是这个政治 以自由保守一分为二 而这个自由保守一分为二呢 很有可能呢 就会变成一种现实 这变成现实 就是说北边一个 南边一个 然后呢 和不扩散 也扩散不了 这两个分嘛 这两个分嘛 然后出现了两个合大国 北美出现两个合大国 如果北边这个 跟这个兰州这个 跟加拿大 加拿大一合并 加拿大就成了一个合大国 然后南边这个 也成了一个合大国 联合国怎么办呢 我真不知道 联合国我真不知道 这俩都进去 或者蓝的进去 红的不进去 那你要干账吗 两个都进去 把谁拽了 把鹰法拽了是吧 你这个东西没法没法整 但是呢 我就是说 这个可能性其实是最大的 现在在美国 已经开始讨论了 这个讨论了叫 national divorce 叫国家离婚 也就是说 美国会不会分裂 我个人认为 大概率不会 最大的概率分裂呢 就是说 以政治倾向 自由保守 然后美国现在呢 已经有这种萌芽了 而这个萌芽呢 清不清晰呢 不算太清晰 但是已经开始有人讨论 也就是说 美国会不会现在 现在如果真去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给大家答案 就是这些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